每次快到时间时我总是很匆忙 很可能讲不清楚 所以我再把上一个例题讲一遍 我有一枚完全均匀的硬币 我要抛制两次 我想知道两次都是正面的概率 我们已经知道 第一次是正面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第一次是正面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第一次得到反面 然后我再抛一次 可以说在这个事件中 我们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得到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第一次抛到的是正面 然后在那个事件中我会再一次抛硬币 我知道有一半的机会是正面 这是第二次抛制二分之一的机会是反面 在这另一个事件中我来画一下 我们或许可以找出其他的可能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正面 这是第二次投掷的 在第二次投掷中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反面 那么你们知道这叫做概率数 一般如果你不是处理很多数 这个是很好用的 如果你不是处理做一百次试验 或是可能性很复杂 或是在每一次试验中都有五十种不同的事件 可以发生 在这道题中 可以说每个节点都会有不同 所以每次试验中可能发生的事件是不同的 并且我们不是做过很多次 在这种情况下概率数使用起来很方便 你不会再对这些已知条件下不知所措 我们会对概率数来做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 我用黄色圈画了一下 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次试验 这是第二次试验 我们想知道得到这个结果的概率 我们第一次试验得到的是正面 第二次也是正面 我们知道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在那 然后在此二分之一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在这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在那 所以到达那的概率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 结果等于四分之一 另一个考虑方法是每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正面正面的情况 因为得到的是一个正面 然后又是一个正面 这是正面反面的情况 这是反面正面的情况 先是反面 然后得到正面 这是反面反面的情况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等可能事件 没有理由说哪一个情况会不同 所以我们有四个等可能事件 等可能事件的总数是四 这些等可能事件中 有多少是我们要的符合的事件 这是其中的一个正面 所以是四分之一 还有另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 如果我们做了一百次试验 如果我们做了一百次 我第一次炮制会有五十次结果 是正面 然后在这五十次的基础上 有二十五次 第一次是正面 这五十个时间之后 有一半将会是正面 所以一百个试验里面 有二十五个结果是正面 正面是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 我想说这些方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想让你们学会关联思考 并且确保能举一反三 现在我们已经画了这棵概率数 我不想浪费它 所以我来给你们另外一种情况 我得到一个正面 一个反面的概率是多少 一个正面 一个反面 注意 我没有说必须是这个顺序 可能是反面正面 或是正面反面 让我来写一下 结果等于反面正面的概率 加上正面反面的概率 或者我们可以写成 这是一种用集合的标记法 但最好是对这些都熟悉 这得到正面 反面正面的概率 这个看起来像U的符号 在集合理论中的意思 或者得到正面反面的概率 对吧 我们可以得到反面正面 或是正面反面 这种情况中的任意种都可以 所以概率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所有的结果 我们知道有四个等可能的结果 有多少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呢 一个两个 所以四分之二 即二分之一的概率 当我们做这两种投掷时 我们得到至少一个正面 至少一个反面 这是很好的时机 我们已经画下了这颗概率 是我们讨论了连续抛制两次 注意这些是相互独立事件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事件的概率 与第二个事件的概率相成的原因 是第二次得到正面的可能性 是完全独立的 与第一次是否为正面 并不关系 这对你们来说可能很明显 但有的时候并不明显 有些人觉得如果连续抛得五个正面的话 第六次就更可能是反面 但是从实际经验可知 这是错误的 隐蔽不可能知道你连续五次是正面 然后说 哦孩子 我现在最好是给萨尔一个反面 来弥补一下 因为他的前五个全是正面 再得到一个正面是一样的 这是需要记住的 很神奇的是 人类在心理上会感觉 如果你连续很多次抛到正面 你应该会抛到一个反面 但是你得到反面的几率不会增加 尽管如此 如果你继续抛硬币 最终的概率 你抛的次数越多 得到反面的几率会增加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 你们可能不太懂最后一句话 我可能不应该说那句 让我们来做个例题 既然我们知道在独立的事件中 可以将概率相乘 那么如果我有一个均匀的硬币 连续得到五个正面的概率是多少 第一次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得到正面 然后在此情况下 二分之一得到反面 然后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再乘以二分之一 这是二分之一的五次方 等于一除以二的五次方 即三十二分之一 这是连续抛的五个正面的概率 如果我要将一枚硬币抛至七次 我要抛一枚硬币 抛七次 没有正面的概率 没有正面的概率是多少 没有正面的概率 我换一种颜色 以示区别 这可能看起来更复杂一些 但是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抛七次没有正面的概率 等于符合条件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全是反面结果 等于连续抛的七个反面的概率 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呢 反面和正面的概率是一样的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七次方 这个等于什么呢 是四乘以一个三十二 等于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在你们班里 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 如果共有一大组的人 可能是一百二十八个 或是更多的人 你让每个人都抛一枚硬币 抛很多次 最后抛到五次或六次或七次 结果可能是 稍后我们精确的计算一下 某人连续抛到一面的硬币 但是可能有人一直抛到正面 或是反面 这个人可能会想 在他生命的这个时刻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重要的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一个大房间 如果你有一个一百 如果你有一个五百人的房间 那么这些都是有可能 但是你会有一百二十八分之一的机会 连续抛到七次正面 或七次反面 如果有五百人抛至 那个人 他们只是看到了这个事实 他们认为今天是他们的幸运日 他们认为他们运气很好 他们应该去 你去因此 没准备 们 你 污 嘯 有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